Hello 大家好 我是河马夫人Martin 神明湖的房子在补掌 我们家同一条路 隔壁邻居有一套房子刚刚上市 就在我们家旁边来拍摄一下 山城 跟我们家一模一样的户型 室内3349尺 这套占地是3800尺 我们家是更大 我们家是7000尺占地 这套是有一点景观 但是后面树比较高 如果能把树砍掉的话 或修剪一下的话 景观会更漂亮 好 我们进来看一下 院子是这两年刚刚做好的 我们搬进来说 正好在做院子 食材的这个万里面还是不错的 地板 一楼是地板 木地板 它是五房 4.5位 今天open house有其他客人 一楼是木地板 但圆圆屋的也是比较好的地板 然后右手边是一个房间 不是套房 卫生间是在房间的对面 卫生间在房间对面 是权位 所以一楼是一个房间 一个权位 然后二楼有四个房间 我都不用上去看 因为这个户型跟我们家一模一样 然后三楼是一个大loft 然后这是客厅 他这个摆放还是比较科学的 空间显得比较宽敞 那我们家摆的就这边是一个很大的沙发 那显得更局促一些 所以其实家具摆放大小其实很有讲究 像它这个做的staging的家具 就很适合这个客厅 大小正合适 那这边有空间可以走来走去 好 中间这边是餐厅 放了一个八人位餐桌 大小也正合适 好 再往前走是白色橱柜 白色导臺的厨房 里面有一个pantry 冰箱是建商就赠送的 吉利的冰箱也是比较贵的 全都是冰箱 它的后面没有邻居 我们这一排都没有邻居 后面树比较高 如果树能修剪一下的话 能看得更远 后面也做好了 采光不错 这个朝向是西南朝向 西南朝向 它有一个California room 做了烧烤台 这是一楼 一楼是有一个房间 房间对面是卫生间 一楼都是墓地板 然后有大客厅 还有California room 还有后面没有邻居的后院 楼上有四个房间 其中两个房间 JKNJ的卫生间 就是共用一个卫生间的中间 另外两个房间 一个主卧 一个次卧套房 所以它楼上的 基本上就是四个房间 可以立即位都套房 好 上来之后 这个房间主卧 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和另外一个房间 JKNJ的设计 然后里面这个次卧是套房 一个人看过来 房间里面是地台 楼梯和走廊都是墓地板 房间里面地台 层高是九尺到十尺之间 层高是可以的 这楼上的一个次卧 卫生间两个门 这个卫生间是两个门 可以通往另外一个房间 我们家是把这个房间 做成了一个 玩具房 我们家这个房间 没有放东西 做成玩具房 这好两个 老二老三可以洗完 好 我们从这边出来之后 这个房间对面是洗衣房 这边还有一间主空间 然后这边呢 就是另外一个套房 带套内卫生间的套房 好 这样走了一圈 就是 我是刚刚从楼梯这边上来 从这个房间进去 这是一个次卧 然后后面是一个公共卫生间 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次卧 然后对面是洗衣房 这是一个次卧套房 所以这边有三个房间 房间里都有卫生间 只是有两个房间 J&J的卫生间 好 这是上三楼楼梯 这个空间很好 这个空间挺高的 然后这边还左卧 左卧是很宽敞的 我们家在这边没有摆沙发 摆了一排书柜 左卧有阳台 它这个阳台呢 还是做了地砖 铺的跟院子一样地砖 还是不错的 后面是一片森林 把树修剪一下 可以看到远处的景观 是可以看到大公园的 大公园 光我们东西都能看到 天气好 可以能看到一定的海 我们家就是 就在左手边 那边是没有这么多树 所以后面景观更好 地也更大一点 好 这左卧卫生间 地砖 浴缸 两个洗手池 里面是衣帽间 衣帽间挺大挺长 那进来看一下 衣帽间是很长的 然后里面是一个淋浴房 这个没有太多升级 这个是建商交换标准 跟我们家一样 这个浴缸是带景观的 其实在这个位置 我放大看 就能看到光谱中心了 这个树比较高 通过树缝里面 一一月能看到 我放大看 看到了 通过这个树 后面是能看到 这是主卧 我们三楼看一下 上楼也是地板 它这个房子是五房4.5位 所以楼上三楼 是有一个半位的 一楼是一个房间 加一个权位 二楼是三个权位 四个房间 楼上全部都是木地板 这个升级就很不错 这个空间是可以做一个工作室 就像这样 放一个沙发 放电子机也可以 我们呢也是 把楼上做成一个工作室 我和凯利的那些办公 这边建商做了一个小冰箱 也没有半个卫生间 三楼它这个阳台也是做的 这个很漂亮的地砖 这个升级不错 来给大家看一看风景 这树比较高 修剪一下的话 其实就能看到大公园了 大公园就在这个树叶后面 好 这是一套跟我们家一模一样的户型 就在我们家隔壁 三层 室内是3349尺 这套占地是3800尺 售价是220万 219万8000块钱 接近220万 孙明虎现在房子在补涨 有兴趣约合吗 今天看完 谢谢大家